也對你不珍惜 不真心 你們想到我以前的事情 你們突然想到以前的事情 我那時候是這樣告訴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的感情也 因為我沒有資格教導什麼 但我覺得我可以分享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上次有過的那個D Card 就是我想要看一下大家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我也不知道反應怎麼樣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還上片 所以我來看一下 Oh my God 好像沒有什麼人看 有人給我超級感謝耶 1690耶 李先生 謝謝你給我一個超級感謝 今天繼續來看D Card 真的不要以為17歲的妹妹就是人畜無漢耶 我跟男友是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不過全公司同事都知道我們是情侶 後來就來了一位綠茶妹妹 剛開始覺得這個綠茶妹妹蠻可愛的 殊不知是我崩潰的開始 原本她跟我男友是沒有交集 但工作上的關係 我男友是負責指導她 哎呀 這個就有機會了 後來他們私底下有傳訊息 男友有拿給我看 哇 直到有一天我覺得怪怪 就看到那個綠茶傳內衣照 17歲傳內衣照 傳內衣照之後 她問我男友說 還是穿這樣去上班 我男友的回覆就是很暧昧的那一種 還建議她可以穿性感的衣服 這個時候重點來了 關鍵到男方 因為男生如果面對外面的誘惑 男生的立場很重要 他是怎麼樣去面對這件事情的 這才是關鍵 如果外面帶多少女生來勾引男方 男生就不為所動 很清楚知道她就是只要她的女友的話 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後來 所以我看到我們還冷戰三天 她覺得男友的回覆很不行 她看到男友傳給綠茶說 她說不要私底下再傳學習 所以我們就暫時喝好 女生開始在公司挑撥 然後傳內衣照給男生 然後這男生有跟女友說 我已經認識的17歲妹妹說 我們私底下不要再傳學習了 聽得到嗎 怎麼可能一個17歲的妹妹 而且這個女生覺得綠茶妹妹蠻可愛的 所以是一個連女生都覺得可愛的女生 那更換男生 2017年出生 很小欸 超年輕的 我覺得17歲的女生會有一點點要捧飛了 因為她們就快要成年了 17歲的手機還不能拍照 我17歲的時候那個時候的手機 是智障型的手機 我們那個年代相對保守是 我們那個年代可能到17歲 還有人還沒有在傳內衣喔 17歲那年剛好知道我自己沒子宮啊 所以我做過最大膽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生病 然後我又是講不出病因也沒有什麼病名可以請假 所以就乾脆不想去學校就一直旷課這樣子 現在小孩好像很怕孤單 就是其實我覺得各年凌晨的人都很怕孤單 我認識有輔導老師 在輔導小朋友的 他們說現在國小生已經會掛稅了 太孤單了 就是寧可她晚上就是掛著 有人陪她在線上 電話的臉上掛著 就這樣兩個人都不掛 那就是睡覺了 喔好來了來了 一直到我同事跟我說 她有看到綠茶的手機設我男友為置頂 而且內容有我男友教她把訊息刪掉之類 唉唷共犯出來了 跟我看到的不一樣 我同事教我可以用電腦燈我男友的LINE 就知道手機被刪掉的內容 喔還可以這樣子喔 你用電腦燈對方的LINE 好男友說 欸你記得要把聊天資金刪掉 我看到她看到 綠茶說不會啦 我覺得這是我的手機 而且那是你們兩個之間的事情 如果她敢拿我手機 就會看到我的反差了 而且 我先說喔 如果她敢對我差 我也沒有在管她幾歲 我也是會爆氣的 唉 沒在怕 年輕就是沒在怕 那你對我說有什麼感覺 女生說 你覺得她很帥啊 是我的菜啊 原本想說應該有距離感 其實我很好聊 你呢 男生說你也是我喜歡的類型 如果沒有女友會想在一起 欸很生氣 如果我是正牌女友 我看到這個我也真的會 真的會 會生氣的 正公敢拿她的手機 就會看到她的反差 她沒有在管你幾歲 她也是會爆氣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本來就不在乎你有女朋友 因為 這是愛情世界裡 不被愛的才是小三啊 不是有這句話嗎 我追這個男生有可能是 因為贏了 我追到了之後 就等於我打敗這個女生了 男生也是說你也是我喜歡的心啊 如果沒有女友會想在一起 你是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喔 我也沒有要不要分手喔 那你要不要 好賤喔 哈哈哈哈 好想罵髒話啊 好 趴兔 那個男生說 欸你小心不要被男生騙欸 啊你一直就在騙人家啊 不會啦 我早就不是tue了 而且對方很厲害 一個晚上可以六次欸 我沒別人 我自己對的妹妹 然後那個男生回說 真好 然後那個女生說 綠察說你能沒有嗎 女生說因為她很忙 回家都直接睡著 所以很少 然後綠察表說 這樣你很可憐 蛤這樣你很可憐欸 這女生很厲害耶 這女生很厲害 因為他說不會啦 我早就不是tue了 所以意思第一 這句話的訊息就是說 你不用有壓力 你不需要對我負責 第二句話是對方很厲害 對方很厲害那件事 就會勾起這個男生的比較心 他就是你遇到厲害了 我搞不好比他更厲害喔 當他這樣子跟你男朋友說 他一個晚上可以六次的時候 男生的心裡面早就在腦海裡面 腦補自己跟他一個晚上六次的畫面了 他早就在想像了 這行為如果說 我覺得他這其實 你面前藏著一種就是說 我不滿足 因為我女朋友不給我或者是 可是這個是一個邀請耶 我沒有被滿足喔 我們之間的這個私生活 這個性生活已經不是很好了喔 我對我的立伴有所埋怨啊 那你可以滿足我嗎 我看到的前台是 他說 欸我覺得你可以忍受他五年 很厲害耶 怎麼說 他的個性啊 哈哈真的我覺得我很厲害 這男生不行 放 放 放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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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後來看到這些我受不了 我跟老闆說 不是他走就是我走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這樣的人共識 老闆當然就是開除他們 我也順勢提分手 前男友還跑來說 他只是有好感沒有想在一起 真的是謝天謝地 你只是有好感這樣嗎 他就是捨不得放你走 他又想要跟新的人在一起 怎麼大家都兩個都想要啊 然後我看回來標題喔 標題寫說 真的不要以為17歲的妹妹 就是人畜無害耶 為什麼女生要檢討女生 先背叛理 先背棄這段關係的 是男生耶 如果今天遇到一個 真的喜歡的人 然後他有女朋友 可是他跟女朋友關係也不太好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們把綠茶 對替換成我是那個綠茶 那如果說我真的遇到一個喜歡 然後發現他已經有對象 那在內心的黑暗面 也是會去思考 去分析自己 有沒有一點點機會 有沒有可能可以等到他們 連著眼神的分開了之後 有沒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 會去思考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說等不到他們分手的話 就會覺得 那反正我就交朋友嘛 我就是跟你繼續互動啊 那你要不要跟他分自己的事情 不要我就要去爭取 這個是現在年輕人 就是年輕妹妹很敢爭取 好可憐喔 我早就不是錯了 晚上可以六次 他把他的力量出來 我要爭取這個職位 我可以啊 那你要不要吃吃看啊 之類的那個感覺 他很敢爭取耶 錄完了 我真的覺得可能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新來的妹妹 你真的都不知道男朋友 是這麼容易就被勾走了 你身邊的這個人 如果他真的不是那麼珍惜你 他不是真心對你 也沒有對你 也對你不誠實 也對你不珍惜 不真心 你們想到我以前的事情 你們突然想到以前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是這樣告訴我自己的啦 我那時候是這樣告訴我自己的啦 好 這一題我也沒有答你 我自己的感情也 所以我沒有資格教到什麼 但我覺得我可以分享一件事就是說 好像沒有真正對的人 只有你願意跟他繼續磨合的人 你想要願意跟他繼續走下去的人 對啊 如果他的這些人性的黑暗面說謊啊批腿 你都可以接受 那你還是會繼續跟他在一起啊 啊如果你都不能接受 你不想跟他磨合 那就拜拜了 感情當中你也有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就歡迎留言 或者是你也可以告訴我你的想法 如果你覺得你對這件事情怎麼看 然後也歡迎大家就是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就是 來我的IG啊 然後追蹤我 或是FB 然後也都可以私訊我 然後告訴我你在感情當中發生的事情 如果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 好嗎 謝謝喔